其中被停被一指公事包 他是63岁的美国参议员威尔逊 21号入境香港时被发现 行李中有一把左轮手枪 触犯无牌管有枪械罪 他自称原本要来香港两到三天 一边旅游一边拓展贸易业务 提拿时才发现自己带了手枪入境 而威尔逊也指出 这把枪在三年前 美国华盛顿州购买在当地持有牌照 强调自己是无意携带枪械旅游 洪方同意被告无需答辩 裁判官批准以2000元先保守行为24个月 充公首枪 裁判官衡量案情 被告态度是否有前科等等 也提出了两个疑点 包含手枪如何通过机场的金属探测器 被告无法解释自称手枪是用于自卫 但是行李中却没有发现子弹 如果是知情或是蓄意携带 就不是无辜的 但是考量到他经常来旅游 非首次来香港 知道香港管制严格 才请向被告不是蓄意 威尔逊指出 他打包行李后没有检查 手伸进去要拿口香糖却摸到了枪支 因此主动向相关单位报告 这回被撤销控罪 但一旦再犯 恐怕会面临检控入狱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